今天是2020年 11月22日 我是山东龙口江国臣 我已经举报龙口市 腐败分子隐瞒重大矿难事故 有数十亿资产的黑金矿主 李彪的绰号 非法开采造成了一起重大矿难事故 被龙口市公安局副局长石建强 龙口市法院审判长赵渝等构陷冤狱 今天我江国臣告别山东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 无疑依法受案立案 而且我江国臣面临龙口市公安局副局长 指使人员威胁 让我江国臣后班省如果再举报矿难 让我后班省在监狱中度过 我江国臣今天面对视频面对全世界 我就宣布我江国臣就用这一条命 赤死揭露山东龙口 腐败分子隐瞒重大矿难事故 2018年4月6日山东龙口 夏经年镇金元黄金有限公司 因非法开采造成了一起重挂矿难事故 自8人死亡在山东龙口众所周知啊 这些腐败分子 因为举报他们过罗子对面过制造冤狱 我江国臣事实不服 我江国臣今天又面临 他们对我再次厌狱 杀人灭口 我江国臣面向全世界 我要揭露山东龙口 司法恶处灭绝人性的 制造冤案残害我们维权人士的受刑 江国臣联系号码186-150-73461 我江国臣被冤狱死后 我老婆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150-73460 面临山东龙口灭绝人性的司法不恶 我江国臣今天一段一段